乌环,原来的名字叫东湖 汉剑国初,匈奴冒盾缠于灭亡东湖 其剩余部分退守乌环山,遂以山民为族名 乌环人善于骑射,依靠打猎获取禽兽为生 同时放牧牲畜,随牧草迁徙,居无定所 乌环以穷奴帐篷为房屋 帐篷门朝向太阳升起的东方 以瘦肉,奶酪为主食,用瘦皮制作衣服 雄壮有力的男子受到尊重 老弱病残会受到歧视 乌环人特别能忍受寒冷 发怒时,乌环人会杀害父兄 但是不会伤害母亲,因为母亲家族有人撑腰 与父兄为仇,则不会受到族人的报复 族里面身强体壮,能为众人排忧解难者 被推举为首领,首领去世,后四不能继位 每个小部落都有首领 成百上千的小部落,组成大部落 大首领发出号令,以刻目为姓 没有文字,但是族人不敢违抗 乌环没有固定姓氏 以强健的大首领名字为姓氏 大首领以下的民众 各自放牧牲畜,治理产业 无需服摇曳 族人间通婚 男子把众议的女子先抢回家 生活一段时间,半年或一百天 再向女方家族送去马、牛、羊 作为聘礼,而后带着妻子返回娘家 妻子的家里没有尊卑之分 家里每天礼拜,但不礼拜父母 丈夫在妻子家像仆仪一样劳作 经过一两年,妻子家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把女儿送回南方家 家中的一切财物由女方家操办 乌环的风俗 父亲死后,儿子可娶后母为妻 哥哥去世,弟弟可娶寡嫂为妻 但是妻子死后,只能与第一个丈夫合照 家里的事务,妇人有决定权 对外战争,由男子决定 父子,男女之间相对盘腿而坐 男子习惯剃发,认为做事情方便 妇人到了出嫁年龄开始养发 将长发盘起来,分出发际 插上拒绝,用黄金,碧玉制作 好向中原妇女头上戴的首饰 妇人会刺绣,刺出各种花纹 会织毛毯,粘垫 男子会制作弓箭,安配,马勒 断打金属,制造冰淇 乌环生活的地方,适宜种植 摸A梅,子和东墙 东墙长得像棚草,好像内地种植的鸡 鸡鸡鸡鸡,子 十月份成熟 乌环人根据鸟兽发情怀孕及哺乳时间 判断一年四季 乌环人的风俗 战死在沙场上的勇士受到尊敬 用棺材装链尸骸 送葬人哭得很悲伤 下葬时,以歌舞相送 人们用彩绳牵着一条肥犬 把死者生前用过的马具和使用过的衣物 一起焚烧 为死者送葬 焚烧时,人们不停地向肥犬祷告 保护死者的神灵回到赤山 赤山在辽东郡西北数千里 就像中原人死后的灵魂回归泰山神 乌环人近似鬼神 祭祀天地 日月 星辰 山川 以及祖先中有威望者 用牛羊举行祭祀 祭祀完毕 全部焚烧 按照约法 如果有人不听从首领 众者可以处死 在族中杀人 伤人 由部落自行处置 相互仇杀不能阻止 则请大首领出面 犯罪者用马 牛 羊赎罪 可以免除死罪 杀的人是父亲 兄弟 可以免罪 犯罪者逃亡 被族中首领追捕 其他族群不得收留 要将逃亡者驱赶至荒野 沙漠 有腹蛇出没的地方 或在丁陵西南 乌孙东北 乌环被冒盾缠于打败 变得愈发衰弱 不得不臣服于匈奴 每年要向匈奴缴纳马 牛 羊皮 与其没有缴纳 就会被匈奴人夺走妻子儿女 五帝派遣 票其将军或去兵 在西部大败匈奴 此后 汉庭将乌环人 牵制上古郡 于阳郡 又北平郡 辽西郡 辽东郡塞外安置 让他们为汉军 侦查匈奴的动向 乌环首领 每年到长安朝晋皇帝一次 五帝设置护乌环校尉 凤禄为二千石 持福节监护乌环 照令乌环不得与匈奴交往 在昭帝朝 乌环变得强大 乌环人挖掘已故匈奴缠鱼的坟墓 报了当年冒盾屠戮之仇 匈奴人大怒 向东进攻乌环 大将军霍光听到匈奴攻打乌环的消息 派渡辽将军范明友 率领两万骑兵 从辽东郡出赛截击匈奴 此时匈奴已经远顿 范明友趁着乌环心败之机 进攻乌环 斩杀六千余人 杀了三位乌环王 斩下首级带回 从此乌环不断袭扰幽州 范明友在辽东郡多次击退进犯的乌环人 在宣帝朝 乌环又重新归附汉朝 为汉朝守护边境 王莽篡位 欲打击匈奴 派出十二路大军 赵令东郡将军沿由率领乌环 叮令军队囤住在戴郡 同时把乌环首领的妻子儿女 积押在内地军县 充当人质 乌环人不服内地水土 担心会长久滞留在内地 多次请求返回故地 王莽不许 乌环人遂自行逃亡 逃亡的乌环人沿途抢劫 沦为道扣 被扣为人质的乌环家眷 则被内地军县诛杀 乌环人憎恨王莽 匈奴乘机诱迫乌环首领归附 以机密控制乌环 光武初年 乌环与匈奴联合 袭扰汉朝边郡 戴郡以东深受其害 乌环居住在靠近边赛的地方 早上离开驻地出发 晚上就可以到达边城 五个边郡住 上古郡 于阳郡 又北平郡 辽西郡 辽东郡的百姓 常常遭到乌环人抢掠 郡县的游艇 驿站 损毁严重 边民四处流亡 上古郡赛外白山的乌环 势力尤为强盛 剑武21年 光武帝派遣福波将军马园 率领三千骑兵 从武软关出关 打击乌环 乌环获知情报 随收拢帐篷逃走 汉军追击乌环 斩杀一百余人 汉军撤军 乌环在后边尾随 袭击马园的后队 马园日夜不停地撤退 极致退入赛内 累死的战马有一千余匹 剑武22年 匈奴发生内乱 乌环乘机进攻匈奴 匈奴向北转移 后退数千里 沙漠以南变得空旷无人 光武帝用钱币 卷驳收买乌环 剑武25年 辽西郡乌环首领好弹等人 率领922人内附汉朝 到洛阳来朝进皇帝 向朝廷进贡奴婢 牛马 弓箭 虎豹貂皮 当时 四夷街臣服于汉朝 纷纷来到洛阳 向皇帝朝贡 天子举行酒宴 招待远方客人 同时赐予他们珍宝 财物 乌环人提出愿意为汉朝守护边境 光武帝封乌环首领为侯 王 军长 共计81位首领受封 沿着边境军县 把乌环安排在塞内居住 令其招引不重 朝廷向乌环人攻击衣食 此后 乌环为汉朝守护边境 侦察匈奴的动向 帮助汉军防备匈奴 鲜卑 当时 司徒府院士颁标尚书 乌环天性脚侠 喜欢抢劫 不为乌环安排官员管护 长时间放任自留 必然会扣略边境百姓 朝廷仅把责任 放在沿边郡府主将院士身上 恐怕难以担负起责任 陈瑜以为 朝廷应该设置护乌环校尉 这样才能有效地管护乌环 减少边境受到侵害 光武帝采纳班标的建议 朝廷在上古郡宁城 设置护乌环校尉 建立府衙 军营 护乌环校尉 同时管护鲜卑事务 管护乌环 鲜卑居住在汉帝的民众 每年安排他们与汉人互施贸易 在明帝 张帝 和帝朝 乌环在边境守护边塞 与汉民相处 双方相安无事 安帝永出三年夏天 与杨郡乌环 云佑北平郡一千余湖人 叩略戴郡 上古郡 当年秋天 住在燕门郡的乌环率众王无和 与先碑首领丘伦 吉南匈奴古都侯 共计有七千骑兵 叩略五元郡 与五元郡太守 在九元县高曲谷大战 汉军战士不利 叛军杀了郡府官员 安帝派遣车骑将军和西 渡辽将军梁晴等 率领汉军平乱 大败叛军 无和起降 先被人逃出塞外 乌环重新臣服于朝廷 安帝拜乌环首领荣朱龟 为清汉都尉 顺帝杨家四年冬天 乌环扣略云中郡 拦路抢劫过往商谷 一千余辆载火牛车 舵辽将军耿业率领二千汉军 前往营救 追击乌环贼寇 战士不利 汉军又在沙南县与乌环大战 斩杀五百人 乌环随后在兰池城围困耿业 朝廷征调善射武士两千人 杜辽军营汉军一千人 还有边郡囤住的汉军 讨伐乌环 乌环退走 顺帝永和五年 乌环首领阿坚 枪渠等 与南匈奴左部巨龙无私反叛 中郎将张丹率军镇压 斩杀无数 愚众投降 环帝永寿年间 驻在朔方郡的乌环 与南匈奴修着图个反叛 中郎将张焕平定叛乱 环帝延熙九年夏天 乌环再次反叛 与鲜卑吉南匈奴 扣略北部九郡 张焕率军镇压 叛军逃出塞外 临帝初年 上古郡乌环首领南楼 有不中九千余杖 辽西郡乌环首领邱立居 有不中五千余杖 二人自称王 辽东郡乌环首领苏扑岩 有不中一千余杖 自称俏王 右北平郡乌环首领乌岩 有不中八百余杖 自称汉鲁王 造反的乌环首领 大多英勇善战 善勇谋略 临帝中平四年 原中山郡太守张淳返叛 逃往丘利居部落 自称弥天安定王 成为造反乌环的统帅 率领乌环叛军 扣略青州 徐州 幽州 济州 临帝中平五年 临帝任命刘鱼为幽州墓 悬赏斩杀张淳 北部周郡这才安定下来 现帝出平年间 丘利居去世 儿子楼班年龄又小 侄子踏顿勇敢善战 武功高强 善用谋略 代替楼班即位 统帅三个郡的乌环叛军 乌环叛军听命于踏顿 建安初年 济州墓袁绍与前将军公孙赞对质 踏顿派遣使者到袁绍处 请求与袁绍合亲 随后 踏顿派兵帮助袁绍 大败公孙赞 袁绍绍致赵令 封赏踏顿 南楼 苏扑颜 乌颜等乌环首领 兽与踏顿等人 禅于应兽 后来 南楼 苏扑颜率领部众 推举楼班为禅于 推举踏顿为乌环王 踏顿善于谋划 广阳巨人颜柔 年轻时在乌环 鲜卑游历 得到信任 颜柔利用鲜卑人 杀了户乌环校尉刑举 取而代之 袁绍对颜柔抚慰一番 命令颜柔安定北部编剧 袁绍的儿子袁绍败逃 投奔踏顿 当时 幽州 济州的利明 逃亡到乌环的有十万余户 袁绍欲借助这些汉人 重整旗鼓 恢复势力 曹操平定河北 颜柔率领先碑 乌环归附曹操 曹操任命颜柔为校尉 建安十二年 曹操亲自率领大军 征伐乌环 在柳城大败乌环 斩杀踏顿 斩杀 俘虏二十余万乌环人 袁绍宇楼班 乌环等人败走辽东郡 辽东郡太守公孙康将袁绍等人斩首 把首级送与曹操 乌环仅剩下一万余帐 全部迁入内地 逐渐同化于汉民 鲜卑 是东湖的一个分支 居住在鲜卑山 以鲜卑为足名 鲜卑的语言 习俗与乌环人相同 男女在谈婚论嫁时 剃去头发 阳春三月 鲜卑人在饶药水举行大会 举行酒宴完毕 男女情人配对 交合 鲜卑山的禽兽 与中原内地不同 有野马 原羊 角端牛 鲜卑人用角端牛角 制作硬弓 人称角端弓 捕获的野兽 有腰 纳 魂子 毛皮柔软 内地人把鲜卑出产的毛皮 当作名贵囚皮 西汉初年 鲜卑被冒盾缠于打败 远顿辽东郡塞外 与乌环比邻而居 没有与中原通识往来 东汉剑武初年 匈奴变得强大 率领鲜卑及乌环 扣略北部边郡 杀害利明 边郡近无一日安宁 剑武二十一年 鲜卑与匈奴入侵辽东郡 辽东郡太守纪容 痛击贼寇 斩获甚多 详情记载在纪容传 从此 鲜卑对汉军有了畏惧之心 极致难缠于归附汉朝 北匈奴变得衰弱 剑武二十五年 鲜卑开始与汉朝通时往来 再后来 东部都护偏河等 导辽东郡太守纪容处 请求报效朝廷 纪容命令偏河等人 进攻北匈奴左翼域资部 斩杀两千余人 偏河连年出兵 进攻北匈奴 得胜归来 就提着匈奴人的首级 到辽东郡府 向纪容请赏 剑武三十年 先被首领于筹奔 满头等率领族人 到洛阳向皇帝朝贺 表示仰慕汉朝得意 请求内府 光武帝封于筹奔为王 封满头为侯 当时 约阳郡赤山乌环 兴志奔等 多次扣略上古郡 明帝永平元年 纪容用金钱收买偏和 进攻兴志奔 杀了兴志奔 此后 仙卑首领皆归赴汉朝 在辽东郡府领售赏赐 青州 徐州每年负责向 归赴的仙卑 供应应物资 开支达两一七千万 成为常立 在明帝 张帝年间 仙卑帮助朝廷守护边赛 北部州聚没有战事 和帝永元年间 大将军斗县 派遣右校尉 耿回 进攻匈奴 北缠鱼顿逃 离开匈奴王庭 鲜卑趁着北部空虚之际 牵制北匈奴故地 并居下来 留下的匈奴人 还有十余万丈 归附鲜卑 从此鲜卑变得强大 和帝永元九年 住在辽东郡的鲜卑 攻打肥如县 郡太守祭餐 惨遭败祭 被免职 被捕入狱 死在狱中 永元十三年 住在辽东郡的鲜卑 扣略右北平郡 攻入于阳郡 于阳郡汉军迎战 打败鲜卑 商帝严平元年 鲜卑再次扣略于阳郡 郡太守张显 率领数百人 出赛迎战 郡府兵马院使颜兽见颜 前面道路险恶难行 贼士难以预料 将军不如扎下迎战 先派遣清机兵 侦查敌情 张显至交一满 气焰正盛 闻言大怒 扬言要杀颜兽 随后张显徽军极尽 遇上先被埋伏 汉军士族四散逃亡 只有颜兽死战不退 身负十余处创伤 斩杀数人 力不能知 死于战场 张显身重流史 郡府主部卫福 公曹徐贤挺身而出 舍命保护张显 一起战死在沙场 邓太后策书予以褒奖 赏赐张显丧礼钱六十万 拜张显的两个儿子为侍郎 严寿 卫福 徐贤 每人赏赐十万丧礼钱 挑选一个儿子 拜为侍郎 安帝永出年间 先被首领燕丽阳到洛阳 向皇帝朝贺 邓太后赐予燕丽阳王印 还有三匹马拉的池车 赵令燕丽阳率领本部 住在乌环校尾屯住的宁城下 负责胡人与汉人间的护士贸易 朝廷修筑南北两个鲜卑寿享馆 有120个鲜卑部落送人至到洛阳 再后来 鲜卑石匠石叛与匈奴 乌环相互攻打 安帝远出二年秋天 辽东郡鲜卑围困吴律县 幽州辽东郡集中兵马 兼臂青野 鲜卑中无所获 鲜卑攻打福利军营 杀害利民 元初四年 辽西郡鲜卑首领连修等 焚烧边塞城门 掳掠当地百姓 勿还首领于治居等与连修有救援 与辽西郡驻军迎击贼寇 大败鲜卑 斩杀1300人 缴获牲畜 牛马 财务无数 元初五年秋天 驻扎在代军的一万余鲜卑骑兵冲进观赛 大肆抢掠 攻打献疫 焚烧关牙 杀害当地利民 祸害一番后 扬长而去 朝廷征调沿边驻军 黎阳军因汉军囤住在上古郡 整军备战 当年冬天 鲜卑再次入侵上古郡 攻打居庸关 朝廷征调边郡驻军 黎阳驻军 擅设武士 不欺两万人 驻扎在鲜卑经过的药冲 元初六年秋天 鲜卑入侵马城县要塞 杀害利民 杜辽将军邓尊征调擅设武士3000人 中郎将马旭率领南蝉鱼 与辽西郡 右北平郡驻军会骑 出赛追击鲜卑 大败鲜卑 俘虏 搅获牛 羊 财务无数 朝廷征调擅设武士3000人 战马3000匹 前往渡辽军营 驻扎囤手 安帝永宁元年 辽西郡先卑首领乌伦 其之间率领布重到邓尊处投降 向朝廷贡献方务 安帝下诏 封乌伦为帅重王 封其之间为帅重侯 赏赐财增 卷博 多少不得 安帝建光元年秋天 其之间反叛 寇略居庸官 云中郡太守成延迎击先卑 汉军战士不利 郡府宫曹杨牧拼命护卫郡太守 与太守一起战死 之后 先卑在马城围攻护乌环校尉徐常 舵辽将军耿奎与幽州刺士旁参 调动广阳郡 于阳郡 捉郡驻驻军 兵分两路前往救援 徐常连夜逃出马城 与耿奎等会合 反攻围城的贼寇 解了马城之危 先卑多次杀害边郡太守 胆子越来越大 聚集空闲骑兵数万 安帝阎光元年冬天 先卑叩掠燕门郡 定香郡 进攻太原郡 一路上烧杀抢掠 战害百姓 阎光二年冬天 旗帜兼率领一万余骑兵 进入东岭 兵分树路 在曼百县攻打南匈奴 御坚日竹王战死 先卑杀了南匈奴一千余人 阎光三年秋天 先卑再次扣略高柳县 进攻南匈奴 杀了建江王 顺地涌建元年秋天 先卑首领旗帜兼 旗帜兼 郡太守李超战死 第二年春天 中郎将张国派遣幕府从事 与南禅于率领不齐一万余人出赛 大败仙碑 缴获自重两千余剑 当时 驻在辽东郡的仙碑 有六千余骑兵 扣略辽东郡 玄途郡 乌环校尉耿夜 争调边郡驻军 以及乌环绿汐王率领的军队 出赛迎击仙碑 斩杀数百人 俘虏 缴获马 牛 杨胜多 鲜碑首领率领部中三万 向辽东郡起降 永剑三年 永剑四年 鲜碑多次扣略于杨郡 朔方郡 永剑六年秋天 耿夜派遣军司马率领胡人骑兵数千 出赛大败仙碑 当年冬天 于杨郡太守派遣乌环军队出击 斩杀鲜碑八百 缴获马牛甚多 乌环首领服输官作战勇敢 与鲜碑交战长冲锋在前 顺帝下诏 赐予服输官率仲军称号 顺帝杨家元年冬天 耿夜派遣乌环清汉都尉荣朱龟 率领乌环王侯多龟等出赛袭击鲜碑 大有斩获 顺帝封多龟等率仲王 率仲侯 率仲长称号 赏赐采增 坚博 多少不等 后来 鲜碑扣略辽东郡蜀国 耿夜移住辽东郡吴绿城 杨家二年春天 护南匈奴中郎将赵筹派遣从事 率领南匈奴古都侯夫神等出赛迎击鲜碑 大败鲜碑贼寇 斩获甚多 顺帝下诏 赐予夫神经营 紫寿 外加尖薄 采增 多少不等 当年秋天 鲜碑穿过边赛 进入马城 带郡太守迎击鲜碑 战事不虑 后来 鲜碑首领旗之间去世 鲜碑对汉朝边郡的袭扰 才逐渐减少 在环帝朝 先被军长为谭石槐 父亲是头鹿猴 最初 头鹿猴追随匈奴 在匈奴从军三年 头鹿猴的妻子在家生下一个儿子 头鹿猴回家看到孩子 很奇怪 要杀掉这个孩子 妻子说 有一天白天外出 听到雷声 两手观看 天上落下一个冰雹 落入口中 不慎吞下 随后怀孕 十月生产 这个儿子必有奇异之处 且等他长大成人再说 头鹿猴不听 把孩子丢弃在荒野 妻子暗中告诉家令 收养这个孩子 起名字叫谭石槐 谭石槐长到十四五岁 身体强壮 勇敢 有谋略 其他部落 抢走谭石槐外公家的牛羊 谭石槐单起追赶 把抢走的牛羊追回 从此以后 整个部落对谭石槐表示禁服 谭石槐在部落制定法规 令处必行 为族人评判是非屈指 无人敢冒犯 谭石槐被推举为部落大首领 谭石槐在谭汉山寿 吃乌龌寿 仇水建立王庭 位置在高柳城一北三百余里 谭石槐部落的战士 兵强马壮 东西先背首领 先后归附谭石槐 谭石槐率领先背南下扣略汉朝边郡 北上打退丁陵 东径逼退浮渝 西井蹂令乌孙 先背占领北匈奴崩溃后的墨北故地 东西宽一万四千余里 南北长七千余里 领地有山川 水泽 岩池 桓帝永寿二年秋天 谭石槐率领三四千先背骑兵 扣略云中郡 桓帝延熙元年 谭石槐扣略北部边郡 当年冬天 桓帝派遣护兄 中郎将张焕 率领南匈奴骑兵 出赛迎击先背 斩杀二百人 永寿二年 谭石槐入侵燕门郡 杀害数百边民 抢掠一番 扬长而去 永寿六年夏天 一千余鲜碑骑兵 扣略辽东郡蜀国 永寿九年夏天 谭石槐率领数万先背骑兵 兵分几路 扣略沿边九郡 烧杀抢掠 边郡立民深受其害 桓帝派遣张焕迎击先背 将先背逐出塞外 朝廷对先背的不断袭扰 深感忧虑 但是又无力制止 桓帝只好派遣使者 带着应授封谭石槐为王 欲与先背和亲 谭石槐不肯接受王浩 继续扣略边郡 袭扰不止 谭石槐将先背分为三部分 从右北平郡向东 直至辽东郡 连接孚渝 惠墓 有二十余县意 为东部先背 从右北平郡向西 直至上古郡 有十多的县意 为中部先背 从上古郡向西 直至敦煌郡 乌孙 有二十余县意 为西部先背 各部先背 设置首领管辖 所有先背人 皆臣属于谭石槐 林帝即位 幽州 并州 梁州沿边各郡 没有一年不遭受先背的袭扰 百姓深受其害 林帝西平三年冬天 先背入侵北帝郡 郡太守下狱 率领男匈奴修着图 兵分多路追击 大败先背 林帝任命下狱 维护乌环校尉 西平五年 先背扣略幽州 西平六年夏天 先背从三个方向 扣略边郡 当年秋天 下狱上书建言 先背扣略边郡 从春天以来 已经有三十余起 奏请朝廷征调 幽州诸郡汉军出塞进脚 经过一东两春 一定能够剿灭 先背逆贼 林帝没有采纳夏狱的建议 此前 护枪校尉田燕 因为某事 被免之抵罪 后来又被赦免 玉立功报效朝廷 田燕通过中常使王府 被林帝败为将军 王府向林帝建言 派遣汉将与夏狱一起 并立讨伐先背 林帝拜田燕为破先背中狼将 朝廷大臣多持反对意见 林帝召集百官 在朝堂上停议 一郎蔡庸建言 尚书告诫要警惕荣敌祸害华夏 一经记载中原王朝讨伐鬼方 周时拥有天下 曾经讨伐贤语 金蛮 汉时拥有天下 武帝派遣大将军踏破田燕山 扫荡汉 中原王朝征伐荣敌 由来已久 然而 时代不同 出征的目的也不尽相同 形势变化 出征的方略也有所变化 征伐荣敌 谋有得失 事有成败 不可一概而论 武帝胸怀侵略大致 深谋远虑 志在开拓四方 汉军南下平定百月 北上讨伐强湖 西征摧毁大碗 东征荡平朝鲜 武帝依仗文帝 景帝潮流下的丰厚物资储备 用尽天下资产 数十年间 汉军南征北战 军民疲惫 耗费巨大 此后 武帝试行年铁九雀砖营 为国家开拓裁员 颁布告明令 对偷税漏税的富豪严厉打击 当时 民不堪命 沦为盗贼 小山以东纷扰 盗扣肆虐 武帝派出直指秀医使者 享有专杀权力 奋起愿 镇压贼寇 直至晚年 武帝才醒悟 从此以后西兵休战 减少赴税 姚毅 武帝封城向车千秋为父名侯 主妇演说 一位穷兵独武 谋求战胜之道 最终没有不后悔的 以武帝之神武 加上骁勇善战之将军 凭借财富丰厚之支持 武帝这才完成开疆拓土之盛夜 晚年依然有悔意 更何况今天 朝廷的人力 财力匮乏 欲建立大功 绝非易事 自从北匈奴远顿 鲜卑变得强盛 占据北匈奴墨北故地 号称拥兵十万 财力净健 鲜卑人意志顽强 脚侠多变 加上汉朝观赛不严 竟往疏漏 内地出产的金刚 很多为贼寇所拥有 汉人逃出赛外 又参与谋划 鲜卑兵强马壮 超过匈奴 再往昔 断炯可谓良将 熟悉战士 善于用兵 平定西枪叛乱 用十十余年 如今 夏域 田燕的才能 远不及断炯 鲜卑维获边境 又超过此前 田燕竟然说两年就可以解决鲜卑 承诺将大功告成 一旦兵连祸节 战事不断 该如何收场 朝廷只能征掉兵力 转运无疑 这是在疲惫滑下 陆力对付蛮夷 沿边低换 优如手足借选 因为战火 疲敌中原 这才是心腹之庸居 如今 郡仙闹事的贼寇 还不能轻易平息 更何况葫芦 能轻易铲除 再往昔 高祖忍受平成被为之耻 屡后放下 禅于书性侮辱之恨 这些耻辱 放在今天 与鲜卑袭扰相比 孰轻孰重 上天设置山河贤祖 秦国修筑长城 汉朝在边郡修筑观赛 强缘 所有这些举措 都是用以区别内外 分割戎敌 只要戎敌没有侵占中途 将战火蔓延至中内 朝廷无需大动干戈 岂能与重以至戎敌 狡辖之丑鲁 计较一日之短长 即使汉军略有小胜 也难以将戎敌铁灭干净 况且 本朝还有要关注的其他大事 不求必胜者 未必能制胜 谋划周祥者 未必会落败 众人皆以为危险之事 圣人也要认真考虑 庭议时 朝臣多有疑问 民主切不可强令之行 再往昔 淮南王刘安 就讨伐南岳向武帝建言 天子用兵 发出征伐号令 但是不必开战 意思是说 没有诸侯敢于挑战天子 如果南岳王甘冒死罪 以谋逆对抗天子 有一名汉军战士没有归来 即使斩杀南岳王的首级 也是大汉的耻辱 欲以汉军战士的生命 换取荣敌丑虐的生命 以皇室的武威对阵欲外 按照淮南王所言 已属于危险 更何况 还会有遭受败计的可能 在往昔 海南岛朱雅军造反 校园皇帝采纳贾军之的谏言 下诏 朱雅军背叛朝廷 停一时 有大臣主张讨伐 也有大臣认为应该放弃 朕日夜思考 看到不能制服叛贼 与出动大军争奖 看到时局维艰 又担心会增加百姓的负担 百姓的激困 与远方蛮夷的叛乱 孰轻孰众 宗庙的祭祀 在凶荒之年还要减少祭品 更何况海岛上的蛮夷 如今 小山以东正碰上饥荒 朝廷无力阵挤 再要对远方用兵 这不是爱惜百姓的举措 撤销朱雅军原地为天下苍生 发出德音 为了百姓激困得到输解 即使是几个郡县 朝廷尚且可以放弃 更何况边赛之外 从未有汉民居住的地方 守边的方略 赵国名将李牧 懂得斟酌轻重 保全边赛的策略 王莽的大将盐游重视要底 李牧的功绩传送至今 盐游的奏章仍然在档案留存 按照两位将军的谋划 谨守先帝的安边之策 陈以为这样做就行了 灵帝没有采纳蔡庸的建言 随后 朝廷派遣夏域从高柳城要塞出兵 田燕从云中郡出兵 护匈奴中狼将赃民 率领南缠鱼从燕门郡出兵 美陆大军有一万骑兵 三陆大军出塞两千余里 潭石怀命令先帝三部首领 各自率领不重与汉军接战 汉军战士不利 夏域战败 丢弃福洁 资重 仅率领数十名骑兵 狼狈逃回 汉军十分之七八战死 三陆大军主将被朝廷用砍车押送投入监狱 花钱赎罪 贬为庶民 当年冬天 先被扣略辽西郡 林帝光河元年冬天 先被扣略九泉郡 沿边朱郡莫不遭受蹂躏 先被人口日渐增多 仅依靠放牧 狩猎 已经不能满足衣食需要 谭石怀亲自巡视 看到乌侯秦河水宽阔 有数百里长 水流不断 水中有鱼 但是不能捕获 仙卑听说沃人善于用王捕鱼 东径袭击沃人国 俘虏一千鱼家 把他们牵制秦河水沿岸 令沃人捕鱼 攻仙卑人食用 林帝光河年间 谭石怀去世 享年四十五岁 儿子河连即位 河连的能力远不如其父亲 但是仍然不停地袭扰边剧 河连性情贪婪 喜鹰在处理部落矛盾时 不能公平地对待不重 很多仙卑人叛离 后来 河连进攻北帝郡 连线有战士善用弩剑 射中河连 当场射杀 河连的儿子千曼年龄又小 霍连哥哥的儿子 葵头即位 千曼长大成人 与葵头争夺权位 仙卑分崩离析 葵头去世 弟弟不渡根即位 谭石怀以后 仙卑诸部落首领 世代传承 评论如下 肆意残暴 其势力在华夏周边 交替肆虐 匈奴在汉建国时强盛 西枪在光武中心后成凶 在灵帝 县帝年间 乌环 鲜卑 相继崛起 谭石怀骁勇善战 最终占领北匈奴 末北故地 踏顿暴虐 盘踞在辽西 荣迪袭扰中原 荼毒边郡 多少代都难以平息 制服荣迪 彻底将其降服 中原始终找不出最佳方略 周 汉对付荣迪的方略 只能说是中下 难道说这是上天预设好 冥冥之中 华夏要经受这么多的磨难 暂词如下 二如首诗 跟我北锤 道场则续 石伯先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